- 出發版的 - 有一台跟一隻散光的 - 嘴巴 - 那個是跟本挖的 - 頭頂 232 232 不同的行業裡面 無人機他都有可以應用的角色 跟存在的意義 我們是以台灣的自製的無人機為出發點 就是不斷的去研發各種不同用途的無人機 那展演是我们目前最被大家所知道的一块 展演里面的无人机就是我们自己研发 包括软体硬体飞机还有系统 特资化无人机或者是说 针对某些特殊应用的无人机的设计的能力 我们叫做行业应用 2018年开始研究 那时候的第一代飞机到这个已经是第三代 这台飞机的机身 我们当时就是以台湾的泰式科技 它的一个机型下去做研发 然后做改良 重量变轻让轴距加大 为了续航力 中间这个橘色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讲的非控 那现在已经是由我们公司自己来自制 那底下这一块黑色板子 其实就相当于电脑的主机板 那这也是我们自己设计 然后由台湾的公司麦特电子 去帮我们生产出来的 上面有一个数据传输 我们是用澳洲的速传 无人机的考量上面 我们很多产品 资通讯的产品都不希望 是用大陆的红色供应链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有避开这个部分 那底下呢 Maker应该都不陌生 它叫树莓派 它是英国的一个产品 那它就是一个信用卡大小的电脑 黑色的部分 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4G的网卡 因为过去第一代 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 可能是用USB的4G网卡 然后慢慢的演变 到第三代的时候 就是我们自己设计 制造这块电路板 比较重要的零组件 尤其是控制跟通讯的部分 都是我们台湾自制的 像我们裙飞表演 你现在场上看到400多架 全世界的这种Gobro的角度来看 这量根本不算什么 可是如果以台湾的无人机来讲 这个型号的飞机 可能是目前台湾自制的无人机 量最大的 需要的一些零组件 也是量最大的 在消费级的这种空拍无人机的状况下 目前我们大概还很难去跟DJI这样的公司去竞争 但是在各种行业应用上面 因为我们客制化的弹性很高 扩展到各种行业应用上面 继续去发展一些更高阶的飞控 所以慢慢的累积起来之后 我们就有越来越多基础的技术可以去发展 在去年 透过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的协助 故宫做了一个人机互动的展演 这个展演不再只是在空中去排图形或者是文字 人机互动的这一块 是我们其实目前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 那一场表演之所以会让我印象这么深刻 是因为它同时有超过400架次的飞机在那个地方 同时它也是我们第一次将无人机与人做互动 飞机与舞者的距离有将近两公尺以内 那一场的路径它是如此极其困难 极其复杂 那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件事情 每一场表演一定会紧张 因为上去一定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等到表演结束后 所有飞机下来检查完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才会松下那个紧张的心 我们今年也跟台南艺术大学 成立了一个艺术展演研发中心 那希望在未来去推动互动的一个展演 也不一定是冷 比如说灯光 然后烟火 跟其他的水舞 或者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突破的 那比如说飞机上可以搭载雷射 搭载烟火等等 这些不一样的一个形式的展演 是我们对公司在展演这一块的期许 展演这一块 它投入的东西是最多的 除了技术面 资金面 还有人才 这几个地方都需要大量的东西去投资 但目前的投资也希望说 大家可以看得到 而且事实上台湾是很有实力的 博士 学生其实都是很有潜力 可以带动更多人来做更多的事情 那希望我们的投资被看见 而且可以泡转引力让更多人知道 更深一点来讲是 我们其实希望关键的技术都能够做到自制之外 然后把它推广出去 达到就是说台湾在多旋艺无人机 甚至在未来各种形态的无人机上面 是属于走在最前面的东西 是希望有最深的一个研究实力 然后去带动这个产业 让台湾的无人机产业能够真的成长一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